好 接着来关心社会议题了 欢迎是一间店面发生老板痛殴员工的事件 那么过程被监视器完整的拍下 只见老板就像拳击打沙巴一样 戴上拳套 对着员工不停的出拳 那么员工只能抱头挨揍 那么影片曝光之后引发网友的公愤 店面以及老板身份被肉搜 警方呢也介入调查 扎着马尾的男老板 在仓库工具间里不断出拳痛殴员工 被打的员工像人肉沙包 只能拼命保护头部 任由马尾男出拳打用脚踹 这名倒霉的员工被连续狠K40几秒 没想到马尾男被警方找到后 全盘否认犯行 因为我公司本身里面有监视器 如果有的话 我昨天就跟警察讲 我说我随时可以把监视器 全部调给你看 所以里面那两个人都不是你 没一个是你 那为什么是标你们的 我就说这个很明显 因为就算他离职不到几天 爆出这东西 这个太明显了啊 他们每天都好吵 我们也没有办法受架 接着哪时都收拾 我都也报 被爆料的公司铁门拉下 老板受访强调 是被离职员工辖院报复 但附近邻居却表示 公司内经常发生争执 这段来自花莲疑似老板 凌虐员工的画面 在社群网站披露后 立刻引发网友踏罚 而网友的怒火烧到陷阱局 虽然疑似霸凌员工老板否认犯案 不过花莲县府跟警方都表示 会将案情查清楚 我们虽然已经有初步的 这个事业单位的地址 那我们会依照相关的程序 来要求这个雇主来说明 初步了解老板是否认一切犯行 那警方还是会根据民众所提供的 一个资料来通知道案说明 由于爆料者跟老板的说法不一 警方已经掌握双方的身份 并依刑法启动侦查 究竟是员工辖院报复 还是老板仗势欺人 在民众关注警方调查下 很快就会水落石出 记者众位报道